經過一個小時的路程 我和叔叔把一車東西終於撞到了家裡 謝謝我的朋友楊,幫我辦家 這是我的家 馬上要成為新的工作室 沒錯,這是我的房間 现在已经堆满了很多杂物 因为这里要腾出来作为我的一个卧室 其实从第一天到上海 我就知道我会回来 只不过这是有限仓促 带回来东西有点少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呢 看一下我们淘宝 淘宝上有没有要发那么多 我先贴一句 ok 我的有两单 刚才我发一点 这里发一次 ok 这件好 正好有一单 今天还挺多的 站进去 ok ok做完我们的饭饭文货 我就会做一些自然的一些 当初为了有个向阳的工作室做业务 就是原先住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做方便搬出来 就搬到这 这里我带了一年时间 我知道我是翠罗 然后我们要回到 我的身体 回家 回家 明年就等我出动 加油 这是我住了一年的地方 我住在阳台 客厅是我的工作室 谢谢这五年来来帮助 帮助我 新了我的朋友和家人 哪怕现在只有一个支持者 我能就会做好这一份工作 做好 关回这件事情 先做好一件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 说实话 我自己都不懂什么是艺术 艺术这个词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翻到我的脑子 2015年10月28日 这一天我记得比较清楚 因为这是我们 1LP光辉团队 也就是Lite Lite天体 第一次光辉上演 所以当时四番纸 区区几千块钱 然后这么多人 但是第一次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次让我明白 这个光辉是有市场的 所以我决定去尝试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忽然我就 去全国人去经营这份事情 2015年的夏天 我开始 在贺术里面 开始倒锅的光辉市 把吃黄豆菜 然后做成一个 可以买光辉的 我的大部分 光辉的面前时间 都在这里面泡茶 当时 我当时还欠了一些 以前去玩信用 慢慢的把东西给做出来 第一 第一个版本 这样子让我的现金油 可以流动起来 对我来说 因为 这狱是并存的 也许当时 国内这个热情 还比较低一些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有可能 有可能是我的奴隶 然后市场慢慢的热情 然后后面 有一些品牌 合作 比如奔驰 Dial 但我们会更少一层楼的 小熊 顺便透露一句 吊呆光刀 就在明年上市 它会本质上的解决 一些最根本的问题 好棒哦 我祈祷 拥有一个 透明的心灵 和会流泪的眼睛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指引我 小时候呢 我总觉得 威尔博家 他天空上的星星 总是跟着我 好像他们是和我 也是一伙的 在晚上 我们总是一起 后来 我去了 市区 我发现 他们不见了 他们和我不是一伙的 到现在 我知道 不是他们不见了 而是 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你也就是 夜空中最亮的星 毛铃板 再见